欢迎回到美国之音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中共主管宗教事务的官员近日表示 要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 让基督教和社会主义价值观融合起来 此言一出立刻引起海内外宗教界人士 以及维权团体的警觉 人们纷纷怀疑中共的宗教政策是否将发生变化 有评论认为政府试图将基督教山寨化 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中共的意识形态 是否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又将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展开讨论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 以后也是通过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 中国资深的媒体人林苍州先生 他通过电话从加州参加节目讨论 林先生您好 您好 另外一位是华盛顿研究机构 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 韩连潮先生 欢迎韩先生 谢谢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 请您拨打400-120-0551 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那么首先呢 我们想请林苍州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最近看到了8月份呢 纪念基督教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 成立60周年 即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在上海开幕 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呢 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指出 三字会将承担起新的时代使命 坚持走中国化道路 从更深的层次上 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 而三字会的主席傅先伟也提出说 中国教会将继续探索基督教中国化 使基督教扎根于中国的文化 民族和社会的土壤之中 所以呢 这次大会呢 是为今后的这个中国的基督教的这个宗教呢 提提供了一个这个这个纲领 纲领性的这种这个定调 所以呢 我们想首先请林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您觉得到底是什么是基督教中国化呢 我认为就是这个当局提倡的基督教中国化 无非是想在组织上 在社会结构上 在这个对基督徒的行为啊 思想上 他希望能够更加的这个符合自己的规范 那就是基督教呢 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吧 他主张的是爱宽恕 自由真理 那当局呢 他的社会主义这个核心价值呢 当然现在也有自由的这个概念 但是长期以来呢 一直是不要提倡这个 捏激豆 提倡这个就是 有一部分人 是敌对势力 是不 不是公民 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会发生矛盾 就说 他同时呢 就说这些年来啊 就是 中共呢 在提具地向这个产品文化 宣讲 宣讲和图元 宣讲和理论中原 寻找统俗的动力 那像基督教的这样一个很庞大的群体 中国的基督徒也在 上升 据官方的 有2300万到4000万 这个数目可能在一些别的学者 也看来还是低估了 那他继续把这些 这些基督徒啊 这个宣讲啊 因为纳入了自己的体系 所以他在提示这个基督教中国话 但是这个基督教中国话呢 我我个人看来啊 就是他里面很多玄秘 是奥妙 他也有可能 能为这个中国基督教的山寨化 山寨版 嗯 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演播室的韩联潮的先生 刚才林先生谈到了基督教徒在中国的发展 官方的数字是2300万到4000万 有的别的数字 我看到有说7000万到8000万 如果七八千万就接近于中共党员的数字了 但是美国的皮尤研究所 他认为在5800万左右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对 对共产党来讲 这本身是和中共的这种统治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而且基督教也是在他们看来是和中国文化 中国的所谓的传统价值又是格格不入的 那么提出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 是不是中国政府试图想找到一种 面对基督教发展这么一个新的思路 对 你说的很对 我觉得这个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是非常非常快 可能有史以来最快的一个时代 那么在我们知道19年以前 史联之后 共产党执政以后 剩下的基督徒只有70万人左右 那么文化革命之后 基本上都基本上就几乎不存在了 可能有几万人左右吧 那么现在已经发展到 你刚才提的那个数字 就是说官方数字2500到4000万 这是只是讲新教 没有包括天主教头 加上天主教头呢 我估计是官方的数字 大概是6000到7000万左右 而且官方的标准就是 每个星期定期到教堂 我想他们指的是官方的教会 去做礼拜的那部分 信徒的人数 感觉300万 对 那很多很多这个民间学者 估计可能到1亿3000万左右 可能数字大概是这个左右吧 但是我讲不管怎么样呢 这个中共已经意识到 基督教的发展在中国 不可能把它遏制 阻止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那么怎么办呢 与其阻止它的发展 还不如引导它 那么把它中国化 把它这个纳入中共的领导 这个体制之类 那么这个对它的管控呢 可能也是有很大好处 它主要还是从 我觉得从一个政权安全问题 来考虑 从这个占领 所谓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 这个角度 大的角度来考虑 与其不能阻止它 还不把它纳入我自己的轨道 它的中心思想呢 实际上要把这个基督教 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一种宗教 所谓中国化 实际上就是这个一个意思 那基督教是不是 也要四个坚持 也要坚持四个领导 不可能 因为基督教的前面 这个林先生坦道 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神是第一位的 一切是以神为中心的 那你现在把神 要取代共产党 共产党为中心 共产党是领导 一切事业的这个核心力量 肯定就要跟基督教 发生矛盾 我觉得新教在很多层次上面 还可以组织结构上面 比较灵活一点 那天主教在这个组织结构上面 就会跟中共发生 直接的这个矛盾冲冲 林先生呢 如果中国的基督徒觉得 就是他们的这个宗教 要从以神为 唯一的一个崇拜的对象 那现在要变成 以中国共产党为唯一的一个 这个崇拜的对象 那您觉得 中国的基督教徒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林先生 在这个神圣这个理论和宗教上 肯定也很大冲突 那个新基督徒讲 叫神爱世人 将他的独子负责世人 将一切信他的不知虐亡 反而永恒 但我看来就是基督教 他是以基督上十字架 用他的保险 救赎人类的罪 为核心价值的 那那个中国现在的 这个官方提供的 这一套东西 是非常难与这个基督教融合的 这个在2012年的时候 中国基督教两会 曾经搞了一个 以和谐奉献为主题的 这个神圣思想界 建设的宣讲坛 可以听这个什么宣讲坛 建设宣讲坛 其实都是把的很强的 中共的宣传的烙印 那基督教的宣传 里面肯定是有和谐奉献的 但是它 这是基督教的和谐奉献嘛 基督教徒不崇拜偶像 不崇拜尾神 和人间的见识 也不崇拜寡头 而基督教的教义里面 武装追求 这个真相 比如说像约翰福音乐所讲的 你应该是吸引真理 真理这样的会固有 这是在于这种遗旋主义的社会理论和思想 它是无疑要构成极大的充足的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在这个 八九之后的这几十年 中共他的这个思想体系也在改行 他不断地往国学往传统上走 包括发掘孔子 这孔子肯定是他强力打倒的 文化大学也批的咪孔 那同时呢 他把这些国学 包括弟子规 都特进了学校的这个墙上 他重新把掳学的这一套 我认为甚至是 中国传统中的招炮的这一套 来交给孩子 他还希望用这个东西来护补基督教 那怎么护补呢 基督教的教育里面 很多优秀的东西 包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也有很多优秀的东西 它是可以护补的 但是假如把这些包裹的东西来护补 护补到优秀的东西 我不知道会出现一个什么 不冷不累的进化 您就是在 有报道说 西藏的送料的一个 那个领袖下定 我是做了一个 类似科判小说式的预言 是不是在多少年后 在基督教堂里 那个领袖的画像也要开进去呢 那个十字架变成红信呢 基督教行李教义 不崇拜偶像 这个不崇拜偶像 是不是也要变呢 所以我对这个情景 是比较有虑的 韩联潮先生 我们来看一下时事 教宗方济各 从14号到18号 对韩国进行五天的访问 他在飞越中国领空的时候 给中国人民发去了 这个电报 希望中国和谐 安康 幸福 那么这就引起了 人们对 罗马天主教教停 也就是范蒂冈 今后和中国政府关系的 这么各种各样的猜测 对 那么有很多人就是想 就是谈到 那么教宗希望跟改善 跟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让基督教 包括天主教 在内的基督教 在中国有更大的发展 同时中国现在实行 所谓三自的这么一个政策 具体来说就是自治 自养 自传 特别是任命主教这方面 中国政府和这个范蒂冈的意见 是截然不同的 那么你认为 中国和范蒂冈 教廷之间的关系 近期内 有没有改善的这种可能性 有没有可能 就像报道所说的 教宗在考虑放弃 和台湾的这种官方的关系 和中国来建立关系正常化 对 我觉得这个很明显 这次教皇飞越中国领空 是一个缓和的一个迹象 就是两个国家 应该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改善吧 那么过去呢 我们知道保罗教皇 84年 89年之前 都有要飞越亚洲 就是到亚洲去访问 那中国都拒绝他的飞越权 那这次呢 给这个方金阁教皇 这个飞越权 我觉得是一个 很明显的 是一个 关系改善的一个迹象 但是 这个 梵蒂冈呢 已经很长时间 就是说 从80年的初期 就已经和中方 这个中国政府呢 一直在联络 在沟通 在互动 希望建立这个外交关系 但是中国呢 就是说 这个一直不愿意 朝那个方向迈进 那他们认为 主要的矛盾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一个 你提到的主教 主教任命 因为梵蒂冈 它是要 是一个直线的统治 这个宗教啊 是以教皇为中心的 直线进行领导任命 那中国呢 主张自立 说三字 三字要自己来任命 最近 他们不是任命了 中国这个爱国教会 天主教会 已经任命了 70个这个主教 那梵蒂冈 都是不承认的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跟台湾的这个关系 台湾关系 这个我觉得不是主要问题 因为可以 可以解决的 因为过去很多的这种 外交关系 国家的外交关系 都处理得很妥善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 丰盛的问题 丰盛问题就是说 梵蒂冈把这个很多 过去在中国传教的 这些人士 死掉的这些 把他封为圣人 这个引起中国很多的 这个很强烈的反应 尤其在2006年的时候 有一次这个丰盛 他们认为是这个人呢 在中国做了很多的坏事 但实际上之前 方这个 就是说这个教皇啊 对中国这个 还特地地做出了道歉 说天主宰在中国 犯下的错误 他们进行道歉 但是都不能满足 中方的这个要求 我估计呢 就范德纲和中方的 这个建交 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在这些问题丰盛 和这个主教问题上 不解决的话 还是不能往前走 好的 我们接下来来接听 几位观众听众的热线电话 首先请江苏的徐先生 简短地发表您的看法 徐先生您好 丰盛的主持人大家好 我今天我想讲三件事情 讲三件事情 三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就是讲天主教的影响了什么 就是应该成为 成为世界的设施人吗 第三件事情呢 这个世界的大人 只有靠什么 两大法国来提案 这个乱象问题 我想这件事情的回答呢 读个 高明不了 这个宗教 与我教的统业 把它认识高明不了 自应民国 江苏徐先生 你抱歉 线路不是特别的清晰 而且您的口音 我们有些听不大懂 但是听您谈到了 就是如何让佛教和基督教统一的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您的意思 等一会我们可以请嘉宾来来评论一下 接下来是云南的周先生 周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 我个人并不信仰这个基督教 就像中共官员不信仰马列主义一样 其实这个 中共官员如果信仰马列主义 不会出现那么多贪官的 其实马列那套东西 就是为了 中共为了统治制造的 它其实就是一种谎言 那么谎言呢 它还要把那个基督教也纳入那个 我觉得这样太无耻了 我就说这一点 好的 我们再接通一下辽宁的孙先生 孙先生您好 你好 我想说的是 首先感谢范迪刚 罗马教皇 随越中国领功对中国的问候 第二我想说就是 由于人类没有解释清楚 就是人类的起源 生命起源 不同起源的问题 人们不信教 信神 但是如果在地球那方面 信神 有点不现实 在宇宙当中信神 我常验 地球上的眼泪 离不开粮食 阳光 水 空气 离开这些 通常什么宗教 都没用 好的 谢谢辽宁的孙先生 孙先生认为 宗教是虚无缥缈的 跟粮食空气不一样 是没有用的 我想请问一下 林苍州先生 在加州的林苍州先生 现在中国确实面临着 这个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文化 或者说外来的文化 这种融合的问题 我们知道习近平去年十一月 到了山东的渠府 孔子的老家 在那里对这个希望 要进一步的弘扬佛教的文化 官方 对 对儒家的文化 官方对佛教 道教基本上是一种赞同的一种态度 但是对基督教 却不表示任何的这种 官方的支持的态度 那么基督教确实也在中国 面临着一个 怎么样进一步的更民众化 让这个民众理解基督教的 这种教育的这么一种现实的情况 您怎么看待基督教 这种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 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像基督教 他到了中国 他势必要与中国文化结合 首先他的语言 他就必须要用当地的语言 我认为就说 在早期那些基督徒 尤其是他翻译 这个圣经的版本 实际他已经做得很好 融合 比如说像他翻译的太初有道 报基是神 像这些 或者报的这个词的概念 从哪来的 那不就是从中国文化过来 但是呢 就说 这个当局呢 现在在提倡这个佛教 提倡儒学 甚至提倡报教 当然他有他的功力的目的 但是我们也不认为 他说他提倡 我们就犯不到这些 这些宗教里面的 这种合理的成分 或者说他的 这个精华的成分 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讲 或者说中国的基督徒 基督教徒来讲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信仰 他们的信仰的核心 我当时谈了 比如说作手论啊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爱啊 宽恕 这些可能是有的宗教里面 缺乏的 比如说鲁学吧 鲁学 我当时谈到了 光项力上去了 但是鲁学里面 他有没有就说 这个对本级制度的推崇 为贞者会 为贤者会 这种意义真理的持统 我自己是 过去在一个大学里 也教过中国传统文化 那我自己现在也研究一下盛情 我觉得这里 这两者的 这个高下优点 是不可同而言 所以就说当局提倡拿传统文化 来丰富圣经 丰富基督教 他能丰富到什么程度呢 我想这个不怕货比货 就怕不是货 中国做现代的基督徒 为什么这么快速的增长 这是由于社会的信仰 空虚 报道沦落 现在固有的这些东西 无法吸引人 当然我也不否认 有些像佛教也在快速增长 而这些 对无神论的这个方式来讲 这是非常大的威胁 过他之上 启用他人的汗水 他们的理论 和民主社会的这种理论不一样 不承认人的多样化和个性化 他们希望江湖一统 思想一统 都统一到某一个核心上了 这么还好 听起会吗 我好见 达到他的美丽新世界 和1984 这样的极权社会 所以这个我认为 当时为什么最近在拆教堂 在拆十字架 我认为就是 这个在中国社会 是非常的荒谬 一般是您才不能公开出版 不能在书店公开发售 那还什么机会叫中国号呢 谢谢林先生 我想插一个问题 您觉得最近从2014年1月份 开始以来 在浙江多地拆十字架 甚至包括三江教堂 被整座拆毁 您觉得这是针对十字架 还是针对基督教呢 当然它十字架 它是无所谓的 它当然是针对基督教 我认为是针对基督教 它这个师处有能 它说你这个十字架 是这个违法建筑 它从这个上面下手 但是本质上来讲 我认为还是 过它之上 使用 反而憨事得这么心 权力垄断 得这么心 直接在西方民族国家 这个政教分离 万会对于这个国家的权力 它并没有谁言 并没有想染者的意思 但是当局不希望 把这个权力的手 伸进教头 这是怎么可能呢 只能说它对基督教头 快速增长的一种恐惧 对十字架 好 谢谢林先生 我们想请韩先生 跟我们分析一下 您觉得这个拆十字架 包括拆教堂这个行动 是浙江当局 夏宝龙的态度 还是说得到中央的默许 他们是不是要把浙江 当作一个试点呢 对 我前面谈到 就是中共它 西方民上台之后 要巩固挣钱 要再控制 重新控制 所谓的思想领域 这个工作 那么我觉得它的 主要的目的呢 因为浙江发展是最快的 在温州是号称 是中国的这个 铁路沙了 对对 所以它拆的 实际上是从去年 就已经开始 就是这个 它就有三改一拆的 这个专项工作 这个专项工作是一年时间 那么它的 之所以要进行这个工作 它前面也讲了 它的一个政策 就是说宗教发展过快 场所过多 然后呢活动过热 这三个这个主要的 就实际上是想把 这个基督教降温 他们觉得基督教发展太快 影响这个 对中共的这个 社会主义信仰 构成了一个威胁 这是它的主要的 一个触发点 但是呢 它并不是说要真正的 这个消除 完全清除基督教 它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他们已经是 确定这个基督教 还是要继续发展 它现在想的 想做的就是说 要控制 要纳入它的这个 轨道之下 然后呢 不仅仅是在 在管理上控制 那么在中国化 就是把它 融入中国文化 这个方面控制 另外的一点 就是在这个 神学思想上 进行控制 它从这几个 三个方面来入手 这后边两个东西呢 我觉得比较容易做到 前面那一个 第一个 就是说中国特色的 神学思想 那个是比较难的 因为你直接跟 这个基督教的 教义发生冲突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很大 但是呢 我想它是在中共 这个首肯之下 由浙江来主持进行的 但是呢 现在还没有在 全国铺开 主要因为是 浙江发展 的确是相当的活跃 基督教比较活跃的缘故 好 再来接听两位 听众观众朋友 打来的电话 黑龙江的张先生 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刚才听了嘉宾讲的 这个基督教 这个东西吧 信仰是一个的自由 政府不会干预 这个基督教 一些他们的 信仰的问题 刚才有个嘉宾说 神爱是人 信仰不要过度太 不要过度太 太吃你 谢谢 好 谢谢黑龙江 张先生 四川的张先生 您好 您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意见 你好 我想讲一句 就是 基督教跟天主教 他根据说 中国的孔学 是两回事 孔子妈 常常了 中国的语言 中国的文字 基督教跟天主教 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字 没有起作用的 这没有一回事 但是你说 中国政府 对基督教 对外教 有些干预 有些打压 这个我认为不可能 第一个问题是 中外行 中外人 行道教的人 要多一点 是吧 就是像我们来说 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 什么道教 什么基督教 什么天主教 对我们没用的 我们只信人 人是第一个主体 好的 谢谢四川的张先生 节目最后 我想请这个林苍州先生 再来回答一个问题 那就是官方教会和家庭教会 之间的发展 今后他们这种关系会怎么样 因为现在中国除了官方教会以外 发展更快的 往往是家庭教会 也有的人说叫做地下教会 那么您认为这两种发展 是不是也是不可调和的 这我倒不认为是不可调和的 我认为可能才会长期进程 一方面这个关注两会 这个是官方扶持的 他们不是在这个 有合法的登记的 所以家庭教会呢 也是就是说 最近年来迅速发展 人数是膨胀的非常非常快 他们只是说 想去登记 想去政府部门登记 但是登记上遇到了成长的困难 这也就是实际上是一个 中国的建设自由 不能落实的问题 那我本人呢 也在这个北京啊 曾经这个经历过一些 这个家庭教会 观传过一些家庭教会 我亲眼目击 他们的这个人数的发展 是非常迅速 而且这个文化水平 就是这个教徒的文化水平 在增长 有大学教授 有学者 有大学生 就是这个年龄 也在这个 低龄化 就是年轻人很多 所以就是说 我认为就是 中国的家庭教会 它的发展 它是真正的就是说 这个 把这个就是信仰 放在手位的 但是它并不快是 这个官方的教会 它依然把这个 官方的教会的这些人 也当作地形 我觉得这种 快和宽容的 凶暗是很好 好的 时间关系呢 关于基督教在中国 是否山寨化的讨论 就告一段落 非常感谢 哈德逊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 韩连潮先生 和中国资深媒体人 林苍舟先生 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 刑满释放的高智胜 是否会获得真正的自由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明镜师